各位,这个星期我们将纪念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 对基督教来说,十字架是如此的重要 以至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那里说到 定义至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对保罗来说,耶稣一生施工的高官时刻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了 如果说十字架在符合圣经的基督教信仰中 占有核心性的重要地位 那么了解十字架的意义就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了 对于现代的基督徒来说 十字架在他们心中占有多大的位置呢? 我发现撒旦想要摧毁信徒 往往就是通过让人对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的事 不再感到惊叹 或只有偶尔必要的时候想起就好 各位,十字架不应该只是一个道理 它应在我们整个信仰、生活和敬拜里 占据最核心的地位了 为了帮助我们持守十字架的意义 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这个事实 必须主导所有我们所信和所行的 如果我们开始对基督的十字架感到厌房 或开始不再惊叹于基督和他钉十字架 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无法经历十字架所带来的能力 很快也就会失去基督信仰的教义和实践的全部内容了 那十字架的意义何在呢? 首先,十字架带来赎罪 罪人的罪假被还清的那一刻叫赎罪了 我们看《西伯来书9章12节》说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各位,我们人生来都是死在过犯罪儿当中的 当我们还是罪的奴仆时 有一个罪假要还清 生命才能够被买赎 所以,罪人的灵魂一定要有无罪的代替有罪的 以至于神借由耶稣基督流尽的血来还清那个罪假 这就是赎罪的重要意义了 第二,十字架带来挽回祭 罗马书3章25节说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祂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各位,神对罪的愤怒带来永远的刑罚 但那时候,谁能够使神的愤怒消散呢? 我们有什么能够叫神息怒呢? 神祂知道我们不能自救 所以没有将祂对我们的罪的愤怒降在我们身上 而是全部倾倒在基督的身上了 确实,我们会关注神在十字架上彰显的爱 但如果我们不明白 神是将我们从愤怒、审判和地狱中拯救出来 就不能理解神的灵敏与恩典 从而进入安息了 只有耶稣成为罪的挽回祭 才能使神的愤怒消散 那第三,十字架带来的是替代 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 因基督也成一次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唯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按着肉体说,祂被治死 按着灵性说,祂复活了 各位,最完美的人子耶稣基督 从来没有犯过罪,却代替我们 全然接受了那最严重的罪人 理当受的刑罚、羞辱和痛苦 这样的替代是每个宗教或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都不能做到的 人做得再好,死了也只是为自己的罪而死 却不能带来永生 唯有基督能够代替我们的罪 代替我们受审判,为我们受死 我们才能因信他而得永生了 最后,十字架所带来的 就是叫我们与神和好 哥林多后书5章19节说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各位,这里的意思是完全破裂的关系 但接着十字架完全与神和好 并得到他的恩惠 那事实上,我们的罪生都侵犯了圣洁的神 还怎么靠近他呢? 这不是我们用虔诚的心 任何的善行或宗教仪式就可以和好的 只有借着福音和耶稣宝血的成全 才能够叫我们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不单是只有意味着关系上的和好 乃在凡事上的和好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承认 凡事都是借由神所赐 神所带领和所许可的 例如,我们的背景、条件、失败、试探 以及苦难等等 都要与神和好 因此,即使我们今天仍然因过去的失败而痛苦万分 我们都当确信一切都是在神的许可下发生的 若没有过去的痛苦和失败 我们今日或许也不会愿意信靠神了 所以各位,以上所说的赎罪、挽回记、替代和与神和好 都深入表达了基督十字架的意义了 现在我们要思想,如何将十字架带入我们的生活呢? 如果今日你处在软弱或过犯中 圣经清楚说明了 所有的罪在都已经被耶稣基督偿还了 神为我们死而复活 然后接着祂与我们的结合 宣称我们为义 这显示了我们在属灵的法院里 已经被宣判无罪了 倘若你掉入软弱过犯中 你只要来到神面前悔改、洗净 然后继续带着儿女的身份和感恩的心跟从主就好了 而如果你处在苦难、失恋、拥惑或情绪上的问题时 圣经也说明了我们已有新的生命 有圣灵的帮助与能力 神也将万事都互相效力 并有永远的盼望了 所以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未来的问题 主的十字架都已经带来解决和答案了 所以各位 十字架的意义是何等伟大 因为我们的罪 基督才被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带来永远的祝福 盼望我们在反世上继续保守心中十字架的位置 使我们的生活能在神奇异的恩典里 得到自由与安心